之前和大家分享了各种相机都差不多 那可能不是说相机不够好 而是你完全没有入门 所以说你觉得啊这个相机好 那个相机不好 那么今天和大家来分享这本相机的书籍 那首先要声明一点 我觉得入门的玩家是不需要看任何的书籍的 相机最基础的那些什么曝光快门ISO 包括画幅啊胶段这些问题 在我的摄影入门和我这个频道 有很多视频在跟你分享 免费的就可以了解这些知识 不需要任何花钱去学习这种东西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一些摄影上面 想要一些提升啊 或者说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兴趣 一起外面去找人去学习啊 培训班或各方面的看书 相对来说是一个信仰比比较高的选择 但前提是你有耐心去学啊 如果说你没有耐心去看的话 那这几本书我推荐完了 你可以去书店或去哪里面 看一下实体书 自己感受一下这些内容 是不是自己需要的 再决定是否要购买 那么今天和大家来推荐三本书 即第一本是美式摄影 这是国内很权威的美式摄影师出的一本书 第二本是关于人像摄影的 比较传统 但是呢它比较经典 我觉得这个对你入门是一个很好选择 特别是商业摄影师 最后一本呢 我觉得是对于摄影有爱好 然后是想要去做一些拓展 或者说想把摄影变成一种兴趣的 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就是关于摄影的七七八八的东西 这个作家呢 本身是一个理工男 然后他自己本来是搞一些这种计算机啊 数据分析的一个专业呢 后来转型做了一个胶片摄影师 那也是现在全球被公认的暗房摄影 这一块比较领先的人物 那这本书呢 其实不是他一个人出的 是他自己和他的很多伙伴一起推出的一本书 那这里面他致谢了很多人 提供了不同摄影板块的一些资讯呢 和他一起来汇编了这本书籍 书籍的内容呢也比较广泛 我比较推荐他的原因是因为他里面提到了 关于摄影这种交流啊 去传达的内容 包括后面创作的思想 包括摄影的哲学这些东西 那也是你在摄影创作过程中 想要去探索 想要去深入的过程中 反而更有用的东西 而不是说是一些直接的技术 看这种数据的时候 不是单纯的去模仿或者学习 也是做一种批判和思考 看看别人是怎么看待摄影的 和你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不同 不一定别人说的就是对的 那么要结合自己实际拍摄过 那种体验去总结 那这里也包含了一些比较传统的内容 比方说像构图啊 视觉啊 光线啊 色彩啊 滤镜啊 胶片啊 反转片啊 破印 这都是一些传统的技术基础的内容 那也有现在的数码的一些内容 这是一本我觉得比较汇编的书籍 就是它里面融入了摄影的 非常多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你看这本书的过程中呢 也是对自己在摄影这个艺术啊 或者说涵氧上面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补充和提升 这里的文字量是比较大的 然后内容也比较的全面 如果说你是想快速的去提高自己的摄影技术 这本书说实话是没什么帮助的 如果说你想提升一些自己在摄影方面的 知识量或者知识面呢 这本书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像这样一本知识面比较广泛的书籍 我不会推荐你拿到手里面不停的去读 我建议你呢 每天看一点 慢慢的去通过这个过程去浸润你自己 去了解不一样的内容 我觉得任何人学习这个道路上 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第二本就是拍出绝美姿势 这是一个人像摄影的书籍 它讲了很多摄影上面的一些技法呢 它没有说用很感性的方式 去给你一些直接的建议 而是用它一些比较理性的方式 对于摄影上面的一些技法做了总结 这里就包括了一个人的姿态的内容呢 比方说不同的人身上的结构的分析啊 比方说人身体的一些转折的 一个动作的效果 还有它的寓意 就比较学院派一点 比较系统化一点 多数大家在拍照的时候都是说 哎呀感觉看一下这个照片模仿一下 这本书里面呢 就是把这些你想象中的感觉 为什么好看还是不好看 做了一个理性的分析 包括它每一节呢 都有课后的小节 让你自己去想 为什么这个照片会有这样的效果 有很多的图力图示 这本书籍呢 本身呢 它也是一个商业摄影师 自己呢 在得到一定成就之后呢 想要出书力转 提升一个自己在学术领域上的地位呢 出了一本这样的书籍 非常干货的 把自己在商业摄影上面的一些内容呢 都分享给来大家 它拍摄题材呢 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 比较传统的内容 比方说像写真啊 像海报啊 一些比较商业的内容呢 这些是比较艺术的写真 我觉得对于想要入门摄影来说呢 相对于说是难一点的 对于说你已经在做商业摄影师的人来说 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 去学习一下一些经典的构图的手法 还有一些拍摄的思路 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人像的片章 那我自己本身拍人像 也是感觉可以的感觉 有时候都招着图力来拍 这里呢 就做了一个分析 它把人物的锁骨下巴和眼睛 这三个点的角度和方向 呈现出来的效果 做了一个排列的组合 它有什么样的情绪的传达 那这里就做了一个总结 那这里就是它把这种感性的东西 理性化的一个手段 对于你实践的过程中 特别是商业摄影去高效的完成工作 或者说去达成客户的需求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这本书籍 我比较推荐给想要深入商业摄影 特别是关于婚礼啊 写真啊 人像啊 这一块的摄影师可以去了解一下 不过不建议这样做 这样做完了 甲方自己也去买数据看了 你就没生意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有一个热搜 就是有人把这个发来的物资 拍成了非常有艺术感的照片 然后火爆了网络 故事感的美食摄影这本书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 旧时和微诚 两位老师一起合著的一本书籍 是关于美食摄影的 这里的内容 我觉得不单纯是说 推荐给商业美食摄影师 所有的爱美的 所有喜欢生活的人 其实这本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可以帮助你把原来的生活 记录的更漂亮更唯美 那也让你体验生活中的美学 这本书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关于生活美学的书籍 它更是一本非常好的摄影入门的书籍 它在这里会讲一些摄影的前期准备 比方说镜头 机身 这里面会讲到包括像光圈 这些基础的概念 快门 ISO 再讲说背景 道具的选择 中间的去搭配 很多时候好看的美食摄影 它不是单纯的说 哎呀 这一个老木桌 这些东西 它是有一个场景在这里 也是一个比较好入门的选择 你就要在家里面买一些道具 买一些这些灯光的福建 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开始练习 不仅说是拍摄一些自己生活的记录 去接一些商业的拍摄 或者说自己朋友的餐厅 在外面平时做一个美食博主 拍拍美食 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个美食博主 拍一拍做美食的过程 这本书籍都是有非常多的案例 去讲说不同的环境下 不同的主题 怎么样去组建这种风格 包括在后面 它还有直接上来 去把这些摄影最后的一些小记者 全部都已经抛干净了 什么反光板了 柔光香了 这个怎么用啊 怎么拍啊 这些技法全跟你讲了 都是它自己实实在 在商业拍摄中的案例 这些东西你看回去以后 说实话和距离 直接去拍照已经没有多大距离的 那前提是你看完之后 自己去琢磨一下 说的难听点 如果甲方不介意的话 拿起这本书的现场 你对着这些参数 你就能拍得出来 不过不建议这样做 这样做完了 甲方自己也去买书去看了 你就没生意了 它有一些情绪向的东西 不同的题材 怎么去拍摄 它这里讲情绪 讲感觉 其实我觉得更多就是说 食材啊 食材背后的故事啊 食材相关的一些道具啊 就是来传达情绪的一个手法 那包括是一些手的入镜 这些技法呢 它在这里都做了很多的案例 那你自己也可以去 结合到这些里面的东西去拍摄 最后的内容呢 就是一些实实在在的打光案例 真的是说 它这个是倾囊相受啊 自己的一些 你看不同的一些拍摄的质感 怎么样去打光 这些内容呢 都是它一些比较私藏的干货 之前去了解过 它如果说是 去报它的线下课程的话 价格是非常贵的 通过这样的学习 你只要真的是一点点的去看进去 包括后期这些的内容 你真的看进去了 你距离一个商业摄影师的距离也不远了 当然这些灯光附件啊 相机镜头呢 也是一个不小的成本 就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热爱 或者喜爱了 这三百度 我还是推荐给这些摄影比较热爱 想要深入研究的 关于进入物的 美食的生活 仪式感的 包括人像的一些商业摄影的 包括摄影艺术的一些创作领域的 这三个层面的一些深入深造的书籍 其实线下价格比较贵 线上的会实惠一点 那你如果有买这种书的话 现在这种书籍 我觉得说还是比较贵的 如果你真的是比较预算有限的话呢 你就去实体店去翻一翻看一看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但是你自己买一本呢 随时可以拿来翻出来看 这里的图片 这里的细节呢 你也是可以更方便的去使用它 这个就是看你自己个人的情况了 现象可以看到帧书 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